三个中产党 因为香港出现了一个 我不懂得规矩的危机 起码出现了一个管理问题 有些学者或前高官 我经常听过 香港三个东西我最讨厌 就是学者、前高官和资深传媒人 这些人说出来 学者、资深传媒人 我不是前高官 所以你不是说了我们两个吗 当然要说 但问题是你会用资深传媒人这个字 我已经开始启示了 你传媒人就是传媒人 为什么你要说资深呢 资深大部律师呢 但问题是人家的名字是官方认可的 你需要不需要自己加上 我自己是王牌资深传媒人 除了没有材料的人 我不觉得为何要加资深传媒人 就是传媒人 我需要告诉人家 我是资深传媒人 我现在的前者都是昂法 有一个学者就是沈旭辉 写了一篇 其实不知道他 因为最加上前高官张炳良 都不约而同 就着最近这些发生的事 就提出了 不是啊 你看看人家的新加坡 其实萧英青也有说少少的 他都说 为什么我们香港的管治那么差 为什么新加坡那么成功 他开始提出一些概念 我以沈旭辉这篇文章作为例子 为什么新加坡做到香港做不到呢 他提出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新加坡就有这个 虽然是一个威权 他自己作了 不知名字 是的 他一直都是很多字的 这个叫做软威权半民主的政府 这些是社会科学学者很喜欢 除了以创造新的关键字出来 第一件事 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威权政府 但是他都有真普选 你有真普选 你就可以约束到那些人 真的会去关心自己 会不会在这个选举输了 就可以令到他们提升管治质素 第二件事说什么呢 就是说新加坡虽然是独裁 但是万一有一些大型的示威活动 他就会去急速地反应 譬如他说 早前新加坡曾经有个很大型的示威 都是去批判移民政策 他就立即是顺应民意 将移民政策U-turn 你香港就做不到 第三就说新加坡那些国员 全部都是很有危机感的 经常都会觉得自己有机会 是会被炒的 因为有这种被炒的危机感 于是他们就会很有心 去改善政府或是提升自己的施政质素 然后就是说这个议会 就是其实呢 虽然是行政主导 但是他会常常都数着那些票 够不够票的 这一种这样的概念 亦都是帮助到他 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 香港又好像新加坡那样 都是一个威权再加选举的政府 但是你是跟新加坡刚刚相反 人家新加坡既有选举的优点 亦都民主的优点 就是有一个自我监察的机制 又有独裁的优点 因为它有效率 我们香港就既没有那种威权的优点 我们有一个缺点就是 就是经常做错事 亦都有一个缺点就是 民主政制就经常拖后腿 搞到威权政府没有效率 这个就是他的感觉 我先问一下大家 你们怎样看 我首先想问一下 他那时候不是在新加坡吗 为什么又回来 哇 这些东西是否爆不爆得的 我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很多内幕 我不知道他在新加坡 我不知道他在新加坡 你说吧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很了解 一定可以 你一样一定可以 你先问他在新加坡 我听人说 他曾经尝试移民 但是最后也是回到香港 我不知道他是很爱香港 还是移民失败 只是两个可能其中一个 那我没有人移民失败 我不知道 我认为他很了解新加坡 如果他是移民的话 我觉得奇怪 他对新加坡这么认真 就不应该去大湾区 发指 因为原材是两个相反的 如果新加坡 留下了 除非新加坡 变得他 如果他觉得香港好 就不同了 除非他很爱香港 很爱大湾区 甚至超越了对新加坡 我认为他的问题 我最简单 你评论一下他说的东西 我都要问我同一个问题 我都问得好的 但我的答案很简单 因为你自己问美国 不是不关事 不是这个问题 我说新加坡模式 为什么香港不合作 就是没有李光耀 这就是阿历山大的死结 你经常都在想解那个结 一刀斩了就行了 但我都想听周显大师的 首先我说一件事 那一件事我一定要去赞争你 就是你讲过 新加坡立国的时候 现在有60万人 700万人就不同了 我讲一个政治的基本道理 那个基本原理就是 国家利益 或者国民的共同利益 国民的共同利益 新加坡是有的 因为大家是共同 在同一方向去做的 而亦都是来自 因为他一执政之后 就把所有共产党都拉完 然后他把共产党都拉完之后 就没有了反对派 你的意思就是 你是要专制 就不如一开始就专制了 就不如一开始扮假声声 搞什么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你现在就收不到科 OK 亦都这么说 所有的国家 大家承认民主制度 有一件事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当两派的分歧太大的时候 必须要经战斗而不是民主 所能解决的 即是投票解决不了很大分歧 我想大家都接近公认了 公认了 而香港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究竟是维持那里 还是维持一个大陆来到 或者是之前的英国 是有非常之重大矛盾 那重大矛盾是搞不好的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当美国 当美国是堕立了之后 其实是将大部分的亲英分子 全部都赶走加拿大 赶走 于是你就可以维持 维持那个稳定了 香港没有经过打过 那你一是就把反对派 一是就把那些大陆人 不让他们来香港 或者在路上 你那个矛盾 不要说香港那么离谱 你台湾亲中派亲美派亲日亲日 两个都已经解决不了 即是台湾已经是不让大陆人进入 大家都已经是觉得 大家都接受了台湾的共同体 不是什么 台湾都那么难搞 香港香港 台湾对到你现在的男人陆营 都解决不了 香港当然是解决不了的 香港是很正常的 你一是就把A 赶走 因为香港独立 把这一百万蓝丝 全部赶回到大陆 那你就搞定了 或者你一是 或者你真是全部赤化了 那时候1984年的时候 英国不制 然后共产党来到 解放军来到 你会把英国军队掩走 然后就占定 那就可以搞定 这个状况 是有一个必然性的 我首先说回 我很承接周英大 先说过蟑螂 我很同意 蟑螂还很少的时候 你一准打死了 你就可以解决了蟑螂的问题 但你不能够 你养肥了蟑螂 射极杀蟑螂也不死 你不是养肥 你射牠 你不射牠 咱咱肥牠就不怕你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新加坡 很多人都将新加坡 和香港比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给的 我们经常说 历史比较 你不能够时空比较 原因是 因为太多背景的东西是不同的 第一件事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靠大陆 所以它的政府 就不会像我们香港那样亲共 因为你在香港要做一个成功的高官 你就一定要是亲共才可以做到 亲共不代表它是向权力低头 做一个成功的学者 做一个成功的学者 就要看你是在什么界别做 有些沽名钓鱼 不需要是亲共的 反共无料都可以做到一个成功的学者 但是大前提就是 香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背靠中国才成功 所以你培养那班官僚 不要说官僚 培养那班官员 或者政客有 你不可避免一定是跟大陆有关 无论你是支持它还是反对它 新加坡不是 它就会将精力发展在其中一个地方 你说香港的成功 是不是跟亲共反共 我觉得肯定是 就是因为你跟大陆可以打到一个好的交道 你看我们三个最好钱的 就是同事来的 但是我亲共共 这个很可憐 你是兼职外围的蓝丝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香港回归那刻是有600万人口 新加坡独立那刻是60万人口 它由60万人口那时已经搞了个专制 已经拘捕了共产党 全部反对派坐牢 然后你越发越大的时候 那些人已经潜移默化接受了这件事 我们从来说政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一开始紧就反而没事 你如果慢慢放松 少一些人会感恩戴德 你一开始放松 你之后收紧是很难的 你香港四五百万人 因为你人太多 就是不减落重手去制裁那些人 然后你过了十多年 现在多到七百万人 你经常以为那些大陆人是支持你的 但是问题是原来很多大陆人 本身都是那些激进分子之一 这七百万人本身已经养惯养熟 就是享受了自由民主的事情 你现在想要收紧它 那分别当然是很大 一开始的时候 它不捨得 因为香港对它的经济上是很大重要 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捨得去夾瓜它 但是李光耀当初那一刻 他夾瓜共产党的时候 是美国用磅水支持它 那麽说 那磅水给你七百万人支持你 和磅水给你七百万人支持你 六十万人支持你 是完全是两回事 老闆看得起 我任你做 总而言之 你把我搞定 你讲到一个最大分别 香港就是共产党磅水给你搞一国两制 就是你自己搞到那些人越来越反共 新加坡就是美国磅水给你 帮你清除了共产党 那两个东西都是双双烈的 这就是中共的统治 在香港的最大问题 就是你那个理论基础输了 以前共产党理论基础是OK的 反而是在共产党 我们最恨共产党的时候 他的理论基础是OK的 因为他占无不胜 在七十年代之前的时候 就是说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捱肚饿 等于现在其实都是玩相同的游戏 我们现在一起捱肚饿 然后将来就会好了 我们现在医生 你看看我们 虽然我们 你看看全世界国家都害怕我们 是不是呢 我们是浪泥 你看看 中国本来没用的 现在可以在朝鲜里 竟然曾经打赢过 你看看越南 我们这么厉害 所以大家就害怕他 现在问题就是 说钱 你很明显被美国禁住 说恶 你很明显不够恶 那你就恶搞了 以前你虽然没有钱 但是你够恶 所以大家全部 84年 81年的时候 大家很害怕 但是问题就是 钱你不够恶 你不够的时候 你的理论性输了 整件事 你有什么办法 现在人们走出来 你说不怕坦克车 不怕什么 到最后 你不怕坦克车的原因 就是一个原因 因为你知道你不够美国禁住 我为什么怕你的坦克车 我觉得 你整个理论 别人的民主人权 你说我都不相信 但问题是 别人的理论比你更好 你说来 那些拗来拗去 都拗不贏了 你就要拗两个字爱国 最后总结 我也是很认同 凯克车的说法 就是你不可以将很多东西 复杂化 但原来答案可以是历史偶然 可能因为有李光耀 就是无论你怎么搞什么 威权政府都搞定 我反过来想 如果李光耀死了之后 接他任的董建华 曾蔭权 梁振英 可能新加坡都一样 是没有事的 就是因为他有个历史偶然 就是有李光耀 帮他奠定了基础 香港就没有这个人 或者没有这个时光 一来有个李光耀的偶然 二来就是刚才你说的 要用一些学术式包装 所谓的什么 Path Dependence 就是路径这种 历史是不可以你中间 我反对梁振英 是 是 李光耀把他现在搞定 因为他全部用完一些 读书很厉害 所有东西 行政官业也有 但是梁振英 很明显 他不是 我很尊重梁振英 记住 我很尊重梁振英 但问题就是 他很明显不是新加坡式的人材 首先是读书不行 那样东西已经被封了 但anyway 那这到这个位置